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盘后的股市同学会 那今天应该是第二天的拉基盘 从这个昨天 我们这个2022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到今天 连续两天都是在做拉基盘 那这个拉台基电 去把这个指数拉开 那当然这个幕后大手的最主要目的 就是让这个万八的恐惧症 慢慢的消除 我相信现在大概没有人会 害怕这个万八了 因为已经距离了500点 也就是说原本大家最怕的万八 认为是天花板 现在变成已经快变成地板了 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幕后大手 他所要去达到的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未来的整个行情 能够很顺利的继续的 往上来做一个挑战 那当然这个挑战 必定也是不是那么样的顺利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当然是觉得说 哇 这个每天都好像都只涨不跌 只涨不跌 但是这个轮动轮涨这个情况 并没有改变 尤其这两天的垃圾盘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或是同学 应该可以感同身受 什么事情呢 好像手上的股票都没有涨 尤其像今天 今天几乎有一半以上的个股 是往下跌的 虽然今天的大盘是涨了255点 可是扣掉台积电的话 只剩下涨41点 那就差的非常的多 所以这个垃圾盘到底何时能结束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台积电 那这个台积电 它基本上在今天 已经回补了最后的空方的缺口 那它这个缺口是在去年2月13号产生的 那这个缺口回补有什么意义呢 那因为一般来说 回补了最后一个缺口 基本上那个缺口也是最高点的附近 对不对 好 回补之后呢 很容易会出现一个震荡的行情 也就是说明天如果台积电再冲的话 它可能就不会像今天那么顺利 就一直这个收在所谓的这个最高 那可能明天它就会稍微再震一下 那当然它的空方防守区就是 它有没有办法去创新高的一个压力区 应该就是在668块到679块 那当然这个台积电到目前为止 我说过 它最主要是什么 补涨的行情 那尤其它这个地方的中间的整理 那么长的时间之后 这个地方有没有去做一个机会 来去做个突破 我觉得机会也是蛮大的 但是不见得是每天都只涨台积电 那台积电如果真的休息的话 其实对大盘反而是一个好事 为什么 因为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两天 只要台积电一涨 很多的中小型股就开始往下走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一日行情 两日行情就开始一直往下 就是有人在趁这个拉台积电的时候 去出托一些所谓的中小型的个股 所以这反而让这整个大盘的这个所谓在操作上 你会感觉难度是蛮高的 这其实我在去年也是过完圣诞节之后 我就跟同事朋友讲了 我说你现在的一个操作策略 只能够用守株待兔 就是说你不要说在这个地方 看到什么股票很强就去抢 结果每次抢完之后 可能过一天或隔天就开始往下走了 最近的这个中小型股大部分是这样 那可是大型股又不是全部都一起涨 对不对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型股 你看这个台积电在涨 可是连电跟世界先进有涨吗 没有 还是在跌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这个目前为止 就是一个垃圾盘 把台积电的大涨 来去把整个指数给拉开 那这样的一个行情 在操作上当然难度会非常的高 这其实我在之前也预告过了 我说元月份的行情叫做高手盘 因为如果你不懂的 这个所谓的筹码拆解 或是技术分析的话 你在操作上 我觉得是难上加烂 尤其是在追个股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很多个股碰到的前面的解套卖 它就会怎么样 开高走低 或是说今天很强 明天又开始弱了 那所以你在操作上 你就觉得说好奇怪 为什么明明看着大盘在涨 但是个股的不一定是会跟着涨 尤其是最近 那当然明天 明天会稍微改变一下 我觉得明天 因为如果是说台积电这个地方 如果有遇到一个所谓的压力的时候 接着下来 应该就会轮到什么 所谓的中小型股 那甚至于 这个金融股跟传产股 也打回到一个支撑 那我这边就没有再多讲了 你们明天就可以看看 明天你就可以看是不是金融 当台积电稍微休息的时候 金融跟传产 它就会慢慢又补上来了 就是轮流去把这个大盘撑住 慢慢的往上走 好 那再来就是什么 我们这个送的这个虎拟标 的研究报告里面 这当中就有个什么国具 我这个全子股里面不多 但是一个就是台积电 结果台积电就涨了两天了 大涨了两天 好 那今天又换成国具再涨 那尤其是国具 它是今天是跳空 去突破这个空方的防守点 所以说很有机会 再继续往上走 因为它也是整理蛮久了 有点这个类似台积电的味道 那可是这个国具涨 不见得会带动 整个被动原券往上涨 这边要跟你稍微提醒一下 因为它就会很像台积电 你看台积电已经涨了两天了 对不对 可是连电跟事件呢 昨天都在跌 今天继续在跌 只有台积电在涨 那相对的 国具在涨 也是一样 不见得所有的被动原券的族群 都会跟着涨 那当然还是会有一两个党会跟着它涨 但是不会像说像之前每次被动原券一涨 大家就一起来 我觉得这个行情应该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东西 就是说目前为止 整个大盘的起涨 比较不容易看到了 这也是我在 这个要封关之前 就是去年的时候 这个圣诞节的时候 我就讲说 接下来的这个元月份的行情 这起涨 你会越来越少看得到 原因就在这边 为什么 因为这边就是个股的表现 什么叫个股表现 就是落后补涨的 那我当初也跟投资朋友讲过说 台积电是最大支的落后补涨股 那当然国具也是 它也是盘整的蛮久 所以未来这个国具 有没有继续往上走 我是觉得有这个机会 但是你在操作上 还是一样 我说过 就像台积电一样 当它去来到个重要关卡之后的突破 它往晚就会再休息一下 这是一般 操作全职股 它的一个特性 那但是 目前为止 不一定会带动 相关族群往上冲 就跟台积电一样 这一点你要稍微去了解 那我为什么是说 这个台积电一休息 可能这个传产股 甚至金融股 又会在接棒 那因为我说传产股包含谁 包含了 航运类股 对不对 那航运股在昨天 为什么会中错 因为就说 这个美国的FNC 对不对 要去调查万海 不管是万海也好 包括像这个阳明 这些都要调查什么 说他那个置贵费 收得太高了 收得太高了 所以说是不是 有恶意去台价 所以说 造成他的股价 我们看到 昨天的货柜三雄 都是重错比较居多 可是呢 在重错之后 尾盘又拉上来 那结果呢 今天就没有了 马上就怎么样 利空之反应一天 这就是我昨天 在跟投资朋友讲说 他每次都是在那个 刚刚好要 要涨的时候 正在盘的时候 他故意来给你一根 这一根就会让 吓到非常多人 为什么 因为他就跌破了 很多的 就是近期的 一个盘整的 这个低点 那一般在看 技术分析的会想跑 大部分会是如此 如果是说 你对这个筹码拆解 不了解的话 你就会想跑 那如果是说 你对筹码拆解了解的话 你也知道那个量 前面的人也跑不掉 不够跑 就是主力群 他也不够跑 所以这个地方 是代表什么 很可能就是利用利空去洗盘 对不对 那我们就看明天 明天就知道了 因为今天你看到 才反应一天 马上就止跌 如果按照这个利空 如果是很严重的话 那早就一直往下 最少跌个三天 最少反应个三天 没有 就是说 当天拉尾盘之后 今天就往上走了 所以这个地方 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一下 其实每次 不管什么股票 我这样讲的比较快 不是只有这个航海股 每个股票要大涨之前 他就故意来给你 来一个利空 然后呢 让你觉得好像很严重 而且你也不耐久盘 因为散户不耐久盘 一直爆 一直爆 一直爆就没信心 越爆越没信心 对不对 你已经没信心的时候 突然又来个利空 那不得了了 你就赶快出了 好 等你出完之后 刚刚好出在相对低点 他又开始涨 投资朋友 我相信这个应该不是你第一次经历过 应该有很多次这样的经验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主力在洗盘的手法 那尤其在最近 元月份行情里面 这个情况你会遇到非常多次 我先跟你预告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个股在拉回之后 他就在那边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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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得非常的久 就像我们的这个财富船也是一样 他已经经过了15天的匣服盘整 15天是15个交易日 已经超过多久了 半个月 因为我们一个月才10天 一个礼拜才5天 对不对 那时候他已经超过半个月了 将近你看 15.3个礼拜 已经在匣服盘整3个礼拜了 时间也算拖蛮长的 那当初郑宏去布局 也是看到他有匣服盘整 没想到他盘了那么的久 盘了那么久之后 可是他这个地方的量 就不断的出现一个窒息量 那今天又看到了一个新低量 那这个新低量就代表什么 大家市场的筹码都差不多了 该洗的都洗了 受不了的也跑掉了 因为一直在盘嘛 盘到最后大家会受不了 尤其是散户 那主力最耐喜为什么 因为他时间多 他就雇这档股票而已 他也没别的股票可以雇 所以他在这个操作上 时间对他来讲不是重点 什么才是重点 未来的涨幅才是他的重点 所以我常在讲 有时候我们站在主力的角色 去看一档股票 跟散户去看一档股票 真的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其实你在目前的整个格局当中 你说你要短线马上快出获利的话 我觉得目前除非第一个 你的硬去比较好 第二个胆子够大 去拼对不对 拼那个每天都在涨的 那个你就有机会了 否则的话 目前为止要说 马上去抓到所谓的强势股 真的并不容易 好那再就是遇风之鼎 你看这个也是用利空去洗盘 就有点跟刚才的 我们所看到的万海是一样的 就是这没有利空 更夸张对不对 他是没有利空 直接把你打下去 就跟刚才我们看到的万海 是一个平台 好故意把你打破 打破之后 你就觉得说 哇这个平台的低点跌破了 是不是完蛋 有没有 最近的股票常常会这样 盘盘盘盘盘 突然掉下去了 那你就吓得 广快屁股 你要留 广快先测 这一阵子 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个股的K线形态 那相对的这档 我们的遇风之鼎也是一样 他也没什么利空 昨天就突然直接中错 中错完毕之后又拉上来 他没有收最低 但是他就拉上来 好拉上来的时候 今天也就这样子 也没有什么大跌 但是他也没涨 他就给你撑在这个地方 我就说最近的这个盘 就是如此 所以你现在最近的一个操作上来讲 你该要怎么去做 我常跟投资朋友讲 尤其目前 大家在这个操作股票上面 我相信 应该10个里面 9个 你可能都没有办法 在这样的行情里面 获利 获利出场 那可是有些个股 你可以去等 为什么他可以去等 因为他在这个 来来回回的这个洗盘当中 他应该就是在洗这个12月份的筹码 因为12月大家可以去想 我们在去年12月份的行情 是不是还不错 有很多股票都标出去 要不然就是 有些个股还创了历史新高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 大家的这个整个资金也往里面走 往里面钻 所以尤其在这个地方是 不管是这个传产股也好 这个电子股也是一样 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的一个调整 筹码的调整 可能投资朋友你要去分清楚 因为有一些个股 它并不是说 这边的调整是未来的一个上涨的行情 有些调整 它是真正的主力在出货 你最麻烦的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常跟投资朋友讲说 当一个个股在跌的时候 你要知道说它是在洗盘 还是在出货 就完全不一样 但是股价是一样的 都是在地 对不对 那相对的 当一个个股在来来回回震荡的时候 它是在洗盘还是在出货 形态一模一样 但是实际上的含义却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差的非常的多 所以为什么我这样 那时候我在12月25号之后 我就不断的跟你预告说 元月份的行情绝对是高手盘 就是你要懂得非常多的 不管是筹码拆解 技术分析 你才有办法在这个盘式里面 真的能在农历年前 赚到一个所谓的年终奖金 就跟12月份不一样 12月份你可能随便买 会随便赚对不对 可是元月份你看这两天 有吗 没有 可是大盘在涨 对不对 所以未来的行情 就会慢慢慢慢的都一直 都一直的沿着这样的一个模式去进行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如果你在目前为止 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操作的 我希望说 我说过 你真的跟着真红来做是最安全的 我说像这种高手盘 很多投资朋友每天都在问我 什么股票 怎么样 怎么看 投资朋友 我说过 你如果真的要知道该怎么去操作的话 跟着真红来做 你是最安全的 尤其是现在这个阶段 现在这个阶段 哪些股票是可以报 还没有问题的 像昨天有一个投资朋友 也是透过这个Lite8来问我 他说我问他说 你手上 因为他一直对钢铁股 一直在问 一直问钢铁 可是 我问他说 那你有什么钢铁 结果他讲了两档个股 一档可以 一档就不行 所以很多个股都是这样 不是我说过 现在的族群的起涨 已经很少了 你不要就认为说 钢铁有一档 涨就代表全部的钢铁股会涨 我刚才讲过 国际被动原券涨 是不是代表所有亏期涨 没有 国际冲出去 不代表 所有被动的原券的股票 都会往上喷 所以投资朋友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 赶快来找真红好不好 找真红 把所有问题交给我 我相信 在这一波操作上 才能够非常的顺利 真正再继续的抓红包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跟你分享到这边 在这边预祝各位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以往这七校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